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819周五版国际大棋局的第一节 进入节目之前 懇请大家一台二台 都要按赞、订阅、订阅、订阅 其次目前我们的YouTube收益是零 我们面临很大的打压 但是同时我们没有放弃到 我们也是更加坚强地面对 也加强了一些节目制作 包括大家的大棋局 会听到MP3版本之外 我们也陆续将以往一些 比如说清酒神秘学 以至天然解密等等的节目 会复播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讲 在我们的Patreon里面 也会有一些 比如我思诸文进的打造纪录 一些看法 全版本就放在Patreon 可能预告版就会放在YouTube那里 给大家听一听 也就是Patreon那边 比如我们上MP3那些 它有独立的伺服器 就不是用YouTube的伺服器 有时伺服器也会有延述 所以好像昨天 就是阻延了几个小时 那IT Jackie 就立即去跟进 也就是 你见到我们 为什麽去到我们 晚上做直播 做直播的时候 仍然Patreon 在讲凌晨 点几两点钟 还在更新 原因就是 因为它死了伺服器 之后 跟着我们的技术人员 我们幕后IT的人员 仍然在继续上升 所以大家有时 例如看到 延述了两三个小时 不需要觉得很惊慌 我们也是知道的 总之 我们以最快的方法 就会上升 那些节目 大家也同时 给一些时间 我们现在负责的 背后的工作人员 因为工作人员 有时面对这些情况 其实不是我们这边的电脑问题 所以我们只可以等待 它一OK了 我们即时做Upload 这里就麻烦大家配合一下 与此同时 昨天我们的直播节目 本来就想着 聊聊聊天 就是说 你看到我们 打一条题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标题 纯粹说明 纯粹晚间吹嘘 那结果打来 吹嘘就变成 那些听众打上来 全部都是说这个 金三角的事情 那也都今天大家看到新闻 那也都见到 这个香港方面又有回应 因为原来现在揭发了 那另外有几位 是揭发了香港人 那原来是被软禁在这个 泰国的境内 那也都有一些是在这个 老窩和金三角 那也都呢 香港政府呢 就说 我弄一个 的page 给一个apps 你 你在当地上网 然后拍张 你在当地的相片 你过来求助 那这个呢 出了呢 现在都惹来很大回响 就是今天 刚刚我们录音之前 没有奈出的 那有很多的朋友 看完都心表不满 那其实呢 台长呢 一直都有留意事件发展 也都很坦白说 金三角这件事呢 以至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呢 那绝对我想 就是这几天来说 绝对是最头条的新闻来的了 那昨晚呢 那些听众的直播的反应 台长都知道的 那他也都呢 今天呢 我们决定了 今天大棋局呢 也都是延续回这个话题 好了 那郊占文去台长先 是啊 当然啦 就是这个情况呢 都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为都 讲了几天了 那通常呢 这些题目呢 讲几天 我就觉得都 都讲完了 或者它的兴趣都不再存在 但是问题 好像似乎现在不是啊 因为那个事件呢 牵涉的范围很广泛 几个不同的地方 那人也人数也都不少 那但是后面那个情况呢 就越讲越复杂了 所以呢 就形成了不少的误解 那所以我们今天第一节呢 就 我相信都要澄清一些 现在坊间 我觉得是一些的 就是误解的情况 那这个对大家的了解 是有帮助的 那至于刚才文进 讲到那个APP呢 那它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如果我形容就是九五八八 九五八八意思是什么呢 人家在那个地方 已经叫救命了 你上网 把APP回来 打我下去 接着就告诉我 就是去到这些呢 有时候我觉得 你知道 就是还要副局长 保安局副局长 我不知道你真蠢还是扮蠢呢 你会说到大家很羡慕的 在那里 哇 就是坐定了 在网上研究了 有什么最好的逃生的方法 接着 原来有个APP 我就告诉香港人 香港人 就知道 接着会带来 证明 你是不是有事啊 你现在是不是很糟糕啊 很糟糕啊 我们想想怎么教你 去到这些呢 我们觉得就 我不相信他真的是这样的智能 如果是这样的智能 就根本做不到官 任何官都做不到 唯一的解释就是 推堂 推堂 因为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他们没办法 没什么巧合去搞这件事 但是不代表幕后 没有动用到一些渠道的 那表面的和后面的 不过你就着我 表面的 你都不要这么耍我 大佬 你叫我打个APP 我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 台长 台长 你再过两天 他叫你报梦的了 哦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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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报梦的 打999 叫你 852999 哎呀 好耶好耶 巴勒币 真是巴勒 天才 我说到这些以前 就是有些伙伴 近年大家知道 都借了 这些就耻笑一下 耻笑一下之后 跟着就去正经 就是 这段日子 要知道我怎么说 我在想 有好几个不同的 掌握 那我慢慢讲 其一 就是最重要 如果听到很多听众打电话上来 他说的时候 基本上地理位置 他们不是很清楚的 你要重新看回整个东南亚的地图 还要仔细去看 仔细去看 譬如你看看湄公河的源头 湄公河的源头不在这些地方 湄公河的源头是西藏 所以你看就知道西藏多么重要 另外就是 哪些地方是 哪个管的 通常我们去看地图 一刻一刻一刻 这个地方就是 印度 这个地方是中国 但是在东南亚的地方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看到地图 你从你看到地图 你都未必知道 那里是什么 那里是沼泽 森林 平原 或者whatever 你要看到那个地貌 你才知道怎么样 我想最简单的一个情况 就是为什么 昨天我们用dark zone的形容 就是因为 那个地方是公海 那我想很多人不解了这个公海的意思 他以为真是一个海 在一个公海海域 比如说香港出去了 太平洋 其实就不是 整件事的意思都不是这么解 所以公海也者 他可能只是 可能是一条河 可能是一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是 几个国家 都不会管的 我用不会管这个地方 这个字眼 那不会管的意思就是 是主动去不管 不是被动 啊这个地方我管不了 比如你问洪生 喂 派兵去那里救回那些人 我不行的 那个地方不是我管的 那是不是他管不了 不是 他特意不管 那特意不管有什么好处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 那里有事你不需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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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说他受责 那他真的不需要负责 那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 第2个好处就是 可以做很多 在那里做不到的事 那简单 泰国啦 那你大家都去旅行的嘛 那但是泰国 是不是有一些 就是 平时 这些不会做的事 例如什么 例如毒品啦 例如棍 我昨天说了很多次 你其实 就是去到这些问题 一定是牽涉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第一样东西 就是毒品 一定是的 第二样东西 有毒品一定有军货 军货买 那第三样东西 就是比较高档少少的石油 那一牽涉到这些 就外国势力一定会在那 那第四样东西 昨天也说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魏抄 就是 一定是美抄 其他其他 就是做其他魏抄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但是做美国魏抄 就是这四个东西 一定是黏着的 那在这个金针的地方 就是 咦 为什么这么多地方 是管不了呢 那它有本身的地理原因 因为有很多地方 都未开发的 是吧 但是未开发的地方 我们里面 已经有个基地在那 那这地方最好 就是做很多隐蔽的事情 所以大家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难度是什么 很难用我们平时生活 我们在香港、澳门的状态 理解这些东西 那你一定要有想象力 就是那个地方本身 没有管的 没有管的 没有管的原因 不是因为管不了 就是故意不管 隐蔽了那些东西 就是后来 那么不管 接着就可以做很多 无法无天的事情 那现在这件事本身就都冲着了 那就搞到这么大铁 那可能在赚钱方面 就是近年就比较狠了 我怀疑其中一件事 就是一具因素 就是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那一到经济衰退 你在本国的地方找不到钱 那么跟着呢 你就要去停烟走險 就是想去找些个快钱 尤其是一到那個經濟隧道的時候 很多人欠錢 一欠錢 一心急就要盡快去賺錢 所以就造就了現在這些情況 我想台灣那個 他們一直去講的問題 他們不是太想講他們本國經濟 是導致這些情況其中一個因素 為什麼搞成千的數目的人過去呢 因為如果你去過台灣近年 經濟不是太好的 你長期是這樣 很多人都要找辦法的 這個也牽涉到澳門 澳門昨天施警 也開了那個記者會 也有人去了 我相信 我這樣寫包丁相信的就是 如果你是以前澳門的博彩業這麼興盛的話 不會有這些事件的 因為採你多餘了 你在澳門你自己都找到 我要不要走到六年這麼遠 除非有很特殊的原因 但是近年你知道 很多人失業了 失業有些人跟你說 那邊找到 然後就過去了 就這麼簡單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現在台灣那邊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大家看新聞 都有我這種職業病 就是半信半疑 你不信之間 其實你要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 用你的常識去判斷 舉個例子 比如台灣 你這麼多人去 那是不是個個都賣豬仔 個個都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我覺得未必是 所以我昨天去講那個case 我都說 就是香港的case 我都說你只是看牌面 就這樣這樣 但是你要有懷疑 未必完全是這樣 台灣那裡 我相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連結起那些網上片案 台灣人本身對IT那個技術的能力 是掌握得相當高的 那這裡就是說無意變低香港 但是香港和台灣在這方面比 爭感決的 無論做網頁 無論做這些的計算 你只要看唐鳳你已經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說請台灣人去 那是不是純粹是做勞工 抽血或者怎麼樣呢 我計算數 我覺得未必不簡單 因為我說了很多次 如果你純粹計算數 這些賣器官 說給你買了幾個 你劏這個人 整件事就報銷了 而且未必是適用的 是不是? 那我賣了一萬幾千 或者幾萬 但是那個數目始終都是小的 你不跟它講網上片案的 你做一宗的 如果你找到水魚的 可能在講那裡有幾千萬的 所以我計算一下 大家去想一想 這個數本身 如果你去計算的話 就未必那麼簡單的 我就算被你抽血了 你也不知道它們有沒有病的嘛 它的血真的真的買到嗎 是不是? 那不一定是 和你抽得了多少 個人來講 抽完它就死了 所以我相信應該分兩個部份的 第一件事 就是技術專才 我純粹講台灣那邊 我不是講香港 香港我不相信有這麼多的專才 就是說 譬如你賭球 其實你要替水嘛 譬如我在亞洲盤 麻聯是對哪一隊 它側在一邊嘛 麻聯的盤 如果你用歐洲的盤 去吃了亞洲的盤 其實可能很餓味的 所以有時候你亞洲的盤 如果你保護自己 我不是講一些賭仔 賭仔也不懂這些 但是你開這些公司 其實要計算 但是計算這些 譬如你去做的時候 除了你懂得計算之外 那個IT夠不夠快? 那個反應夠不夠快? 那些是說電光石火 電光火石之間來的 你一定要有很多IT人才 如果你說我抓了IT人才走去 接著就劏他 那我覺得你只不償失 劏他會生金蛋的我 所以我看這件事 我看得比較複雜一點的 這是我的職業病來的 我覺得去賺錢的 就是台灣人去賺錢 是真的有的 再次你不要聽錯了 你以為我也去賺錢了 你很視乎你自己有沒有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是什麼?你IT可不可以? IT可不可以?不是自己覺得是 不是主觀感覺良好 是有國際認證的 那第二件事 譬如醫護專才 你懂得劏人的 劏人之後你馬上說那個器官 那人又沒有理由劏你